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如果说华语乐坛有什么奖势所有歌手都渴望得到了 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金曲奖了 但是由于金曲奖的地方性且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很多时候几乎没法看到太多当前内地主流热门歌手获奖 原因有很多没报名歌曲不符合金曲奖评选标准 地方保护原则 但是说这么多为什么内地就没有金曲奖呢 内地影视类节目有着诸多奖项 然而连一个有一定权威的音乐奖项都没有 此前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看了东方风云榜全阵容 我才找到了原因 我们先聊聊东方风云榜 根据查询到的资料 东方风云榜是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在中国主办的华语音乐类奖项 实际上大多数喜欢听歌 并且小时候还常看电视的朋友们 应该都有过了解东方风云榜 我没记错的话 早期在东方风云榜 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主流歌手 前辈歌手 很多当红有资历的歌手 都乐于参加于东方风云榜 因为那时节目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1994年的时候 第一届东方风云榜正式举办 时至今日 东方风云榜依然在办 也算是华语乐坛的老牌颁奖典礼了 我们来看看阵容 先说大家几个都眼熟的 汪苏龙 张亮颖 周深 张艺兴 有一些作品 人气的歌手真的不多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除了张亮颖以外呢 阵容里面已经看不到其他有实力 有相当多爆款作品的前辈歌手了 当然呢 看到周深在这里是一个好消息 倒不是说 我希望周深获得什么奖 而是能够在东方风云榜上 看到周深唱歌了 我还是很喜欢听周深唱歌的 再看其他的名字 时代上年团 int1 偶像歌手占了大多数 我看到这份名单都在怀疑 未来的东方风云榜 是否还能够邀请到前辈歌手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东方风云榜邀请来的歌手 是纯邀请还是自己出自邀请 这也很重要 当然这只有东方风云榜自己知道了 所以说 内地无金曲奖是很正常的 目前基本没法再创造一个 如金曲奖一般的节目了 因为权威性这种东西 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 但是目前并没有任何颁奖典礼 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分猪肉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见 颁奖典礼邀请来的 只有一些年轻歌手 而想要邀请来前辈级别的歌手 恐怕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因为前辈歌手们看不上这样的奖项 本质上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最终就邀请不到人了 这种情况想要改变 在我看来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有前辈歌手们牵头 圈内顶级制作人牵头 一同去制作一场颁奖典礼 还得保证节目必须上新 说到最后 东方风云榜还是要看的 就当免费听听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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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